你好我是劉奶爸 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下 满额免运费的这个设定 首先来看一下在结账页面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商品100块 然后我们在后台已经设定了 只要是200块的话 超过200块满额 满额200我们就让它免运费 那你先注意看一下 右边的这几个这几个运送方式 自行取货载费100 蓝星金流超商取货200 然后你看我现在把它加一个商品 然后按更新购物车之后 再看一下右边的状况 按下购物车更新 然后它这边就跳出来 满200免运的这个选项 所以它总计就变成200块免运费了 那问题是WooCommerce 它原厂的设定会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满200免运费 这个选项并不是主动选取 必须还要人工来选择 那假设今天消费者他没有去选它的话 那预设如果是选了这一个 预设假设是这个就变成400块 假设是这个的话 一样会400块 因为这运费200 所以我们必须安装一个外挂 安装完外挂之后呢 它就会只存在这一个选项就好了 只要超过200块就只是这个选项 那我们来看一下安装外挂之后结果会怎么样 好那我们安装完外挂之后呢 再来看一下这边原本是100块一键的时候 然后我们现在来把它再加一键更新购物车 然后看一下右边的变化 你看它现在就变成满200免运这个选项而已 其他选项全部都隐藏掉了 所以这个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那要怎么安装这个外挂 还有怎么去设定这个外挂呢 我们在课程里面会有详细的讲解哦 请点击下方的连结 来观看一下我们所有的详细课程内容